分别有多间公立医院医护染疫 医管局再次提醒员工不要聚会 至于初步确诊就有超过40宗 确诊的北区医院内科隔离病房内护士 同属公立医院护士的密切接触者增加两个人 其中一个伊丽莎白医院的护士初步确诊 他在普通科病房工作,没有病征 星期二、三有同过同事吃饭 同院六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而初步确诊的也包括马加烈医院一个护士 他的家人早前已经确诊 他上星期六曾经与同事同桌吃过饭 有甲板分隔 而屯门医院内科及老人科一个护士确诊 他确诊之前放假,主要做行证,不用接触病人 无论是工作期间或者放假 都尽量不要一起吃饭 特别是现在其实都不少的个案都是没有病征 就算感染了都未必知道自己是感染到病 接下来都是农烈廉价 希望同事可以忍一忍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都不要一百人聚会了 另外再有多栋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 其中葵冲安任川德任楼 和旺角库荣花园二座 分别有三个单位有人中招 一共涉及11个人 而南田丽港城五座 就累计有五个人确诊涉及两个单位 无线电视机者 龙卓音报道